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江村爱情有多亨人,看看这些照片,戏农村妇女,戏外妥妥女神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导读,这么些年过去了,大家还记得自己曾经追过剧吗? 当年在看剧的时候,是不是每当看完以后,总会期待下一部呢?有一部影视剧我们真的是追了很多年,那就是江村爱情这部影视剧,时代在发展,人们也在改变,唯有不变的就是这部影视剧了,相比大家这么些年来已经看了不少,江村爱情的系列了,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,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,只要看了江村爱情这部影视剧的时候, 我们的心情就会失怀一些,毕竟在那个时候,这部影视剧还是很搞笑的,说起这部影视剧的时候,大家肯定最先想到,应该就是赵本山了,作为一个喜剧人,他从最初的时候,决定要拍这部影片的时候,他就在当时已经抓住观众们的眼球,当初由于这部影视剧很亲民很接地气,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看,毕竟里面有那么多的包袱,经常能够让人哈哈 最主要的还是演员们的实力,才能够让这部影片能够一直地拍摄下去,在这部影视剧中,有很多都是赵本山的女徒弟,生活中的他们都是十分漂亮的,但是出于这部影视剧是农村戏,所以为了演出那种感情,那些女演员们真的就是,牺牲自我成全这部剧,江村爱情大家肯定都看过,赵本山在里面扮演的是王大拿, 他还在后面的剧情发展中,还娶了年轻漂亮的杨小燕,杨小燕这个角色一出现,真的是惊艳道尔观众,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的影视剧中,还有这样的伟人,其实生活中的他更美,只不过是因为角色的需要,所以就算是化妆也只是淡妆,即便如此, 关婷娜在《乡村爱情》中的伴想,也是受了很多观众们的喜欢,她出现以后,虽然剧中其他的一些年轻小姑娘,长得也很好看,但是却没有想,杨小燕这个角色一样惊艳道大家,在出演这部剧的时候,就有网友们纷纷评论,原来她才是剧中的大佬,剧中的而言之担当,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真的是很出众的,在关婷娜出现之前,一直备受大家的感情, 喜欢的那肯定,就是村花谢大角了,在他们哪里她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和美人,谢大角这个角色真的就是让于月仙给演活了,形象真的是入目三分,让我们看到当代农村人应该有的样子,虽说在这部影视剧中于月仙挺好看的,其实私下的他的颜值也是很高的,看照片我们就能够看出来,真的是和剧中是两种风格,剧中的是低调,随和的大度美, 生活中她是颜值出众的气质美,不止有余月仙,就连在乡村爱情中扮演王林的这个演员葛珊珊,在生活中也是很有气质的,在乡村爱情中我们能够看出,葛珊珊很是接地气的,她的发型穿着以及一举一动,都无不透露着一个农村女子的姿态,生活中的她却很有气场,一头剪短的短发,再加上气质的妆容,真的给人一种,落落大方的干练的感情,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生活中的葛珊珊,也一定是一个很时髦的人,牺牲最大的应该就是冯夕,冯夕在乡村爱情中伴象真的很土,大家不知道的是,生活中的冯夕,是一个时尚达人,面对着这样的偶像包袱冯夕,真的是一点不在乎,就算是更丑她觉得自己也能接受,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女孩,网友们在看到这部影视剧中女演员的真容以后就表示, 原来他们都是女神级别的人物,在剧中真的是很难让人看出来,演戏的时候自己就演员的身份,就应该为了贴近角色去做一些改变,私下的他们就是自己,完全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打扮,画上精致的妆容,穿上好看的衣服,真的又是一个亮眼的存在,他们的真容有没有惊艳到你呢? 你怎么看,欢迎留言评论,本文由花花看的娱乐世界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或迷路